這是什麼? 怎麼了?這些才叫做時尚 才叫做襯衣服, 你懂不懂嗎? 為什麼外套的樣子? 是不是沒見過這麼大膽的襯衣 還有這麼想法的造型 讓我驚驗到呢? 很驚嚇, 這是什麼風格? 是古代, 你沒理由不認識Win姐 你做模特兒的 你這種叫古代? 是呀, 我的時尚是來米蘭 能夠親自認證過的, 絕對沒問題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 就真的要檢討一下 是否Win姐離開了時裝圈太久了 有一點脫節 如果是的話, 就要回去找一堂書 我脫節 讓我包起我身上的所有東西 謝謝龍先生 你真的買了嗎?好像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我這麼有型的嗎? 你好… 很緊張, 你們早到嗎? 不, 你到了沒時間而已 好, 先介紹一下 這位是Joe 是Joe 大家好… 為什麼你們倆一起來? 我怕周小第一次不認識過來 我就和你吃完飯後一起過來 你以為我Kent的寶寶和你撐桌子嗎? 我都經常和小小寶寶撐桌子 我是你們的主持 我簡單和大家做個背影介紹 首先, 今天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 這位先生也在拍攝 好, 這個角色就很適合你做了 鋼鐵廠老園乾? 適合你 你今天的樣子和我爸爸… 和我爺爺也差不多 你瘋了嗎?太子爺你也這麼少? 他進入摺籠這麼久也沒什麼作為 也不妨能繼承摺籠吧 放出我的風嘲看著, 怕什麼? 就是了, 我就是為了這個劇本 所以特意做這個造型 很好看 好看… Joe真有心思 特意為了玩這個遊戲 我們快點會開始, 我想玩了 好, 我想玩了, 玩了, 走好嗎? 有人坐小巴嗎?有的, 跟我走這邊 我和Joe走另一邊嗎? 好, 我看來有人想賣掉我們 Kendy, 你不走這邊嗎? 這裡有小巴直到你樓下 我…那邊要買 買什麼?我們陪你買完一起坐車 走吧 不行, 我要趕你一分鐘 根叔他們等我買糖水回去吃 大家都說的, 沙啞啤酒 不要… 別聽我說 做男人的, 別這麼高興, 好嗎? 來, 走 Joe有什麼好事, Kendy跟他走 和我欠Kendy?不自量力 Joe Joe,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你想說什麼? Kendy特意單獨和我走 又選了一個這麼安靜的地方和我說話 他不是要和我表白嗎? 我想說… 今天大家不是有心笑你穿得老套的 你不要不開心 你就是想和我說這件事? 還有, 我知道你不是為了角色才穿成這樣 因為今天去玩之前 我沒跟你說過的故事是發生在七十年代 那…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想說 我知道你真心喜歡自己穿這個風格 我尊重的 我知道, 但剛才我也有一刻忍不住想笑 我不知道會不會傷到你 所以我想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其實我有個朋友他有易服癖 他到現在晚上都會穿日本女生的客服 到處走 但我覺得只要他沒有傷到別人 他做什麼, 他有他的自由 所以同樣地, 你也有你的自由 我絕對支持你的 我穿衣服的風格真的這麼差嗎? 總之你有你的自由, 你不用管我怎麼想 Wing姐, 為什麼今天特地約我出去吃飯? 我有一件工作想介紹給你 真的嗎?是不是有朋友想做指甲? 不是, 我是想請你做Joe的風格 我也是嗎?做營師?我不懂的 只是幫他配襯衣服打扮一下而已 我看你平時自己的風格也挺有味道 你也行的 但我的味道未必是他的味道 就是他的味道太噁心了 才要徹底改變他 但我之前才說會尊重他的審美 如果現在又突然說要改造他 會不會不太好? 他之所以會這麼喜歡自己的這個風格 是因為他的前女友洗了他的腦 既然他也跟他分開了這麼久 他人又清醒了 還是時候要有些改變 你就當幫幫他吧 但是… 這筆錢拿去幫他大改造吧 那麼多錢? 買衣服剩下的錢你可以自己拿 我還會額外給你薪金 我還會額外給你 怎麼樣? 就是… 來吧 搞定了 為什麼? 糟了, 色襯衣服的女生真的很差 對了, 我這次真是沉船了 Pennie還沒來? 他好像等著祖小一起去 老伯又來? 不是, 你很傻 對, 你很傻, 真正 大家好, 大家好 不是, 是個帥哥 糟了, 這個不是祖小, 上次見過的 祖? 你好, 是不是我上次七十年 和我做人探討大家嗎? 其實這個才是平日出家的戶口 你?這位青生很有心 知道我們今天的劇本是關於娛樂圈 特地穿得像明星一樣 不是, 平日出家是隨便的戶口 你隨便的戶口也像個偶像 很棒 怎麼這麼棒呢? 比你更棒, 人家超星團的樣子 太子爺真是太子爺 稍微打扮一下, 氣質高利一大展 什麼? 好可愛 有沒有這麼好談? 雞刀不斷 好, 那就好, 團友 坐小巴的朋友走來便 好啊 好, 前面… Kendy, 你要不要和Joe少爺那邊買東西 我… 我今天沒東西要買 這樣?Kendy, 你住哪裡? 我司機快到了, 帶你回去吧 太晚了, 走吧 你不用帶Kendy去嗎? 你聽不到嗎?Joe少爺帶他 很累, 走吧 走… Mike 你去哪裡?我等一會吧 你不是跟著Joe嗎? 是呀, 我的車真的轉個彎就到了 不用了, 要你特意繞我, 很麻煩的 我今天他們坐小巴更方便 走, 走吧 剛才Kendy選了我? 沒有, 即是我贏了Joe少爺嗎? 是呀, Kendy竟然選了奸仔 怎麼不選我? 難道盈藍真的要孤獨一輩子? 不是的, 我輸了一張而已 我知道Kendy最後還是要選我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